小金门15号夜里发生一起致状公车亭消防柱的交通事故 肇事小客车四脚朝天 前座的安全气囊都炸开 临性驾驶仍毫发无伤自行脱困 现场酒侧没有酒精反应 初步研判是操作不当引起 窃窃原因需要再一步的鉴定 列宇湘15号晚上20时20分左右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连约40多岁的黎静男子 驾驶自小客车 由酒井路西方往湖井头方向行驶 行经夏田路断时 已因驾驶操作不胜 致状路旁夏田公车亭及消防栓 随机车辆串附于路旁水溝盖上 造成公车亭消防栓及车辆的回族 那警消破爆之后立刻赶到现场 只看到车辆翻覆安全气囊爆裂 驾驶人却毫滑无伤自行爬出车外 表示没有伤势不愿送医 但是因为车辆翻覆在车道上 还是有危害他车行车安全的弥历 警方立刻现场进行骁动输导 并请民间脱掉业者来移植 以避免有事故的发生 警消货爆火述赶到 只见车内安全气囊爆裂 但灵犀民众毫发无伤 自行爬出车外 表明无碍不愿送医 警方担心妨碍交通安全 立即携请民间厂商脱掉移植 现场也对林某酒测 结果没有酒精反应 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肇事的原因